看一把目前S4的速伞之魂82.86 感觉前几速伞都是80几的战略 调酒杂技先知加佣兵好阵容啊 这阵容硬的一套糊涂啊 车后把速伞抓人有点难哦 这个调酒师呢碰都碰不了 这个杂技也不行 只能抓先知 抓先知呢先知有一只鸟 待会儿万一再吸一只鸟 这一局我觉得速伞 可能会坐牢啊 这把速伞真的要坐牢 这一局他只能抓先知 调酒和杂技碰都碰不了的 这个杂技外加先知一只鸟 六个十年八载都不轻轻松松 先知 哎呀刀如果调酒杂技能给口酒喝 但这个路人局啊 这路人局这路人局的话 相对来讲这种配合操作有点难 嗯 先知带的是飞轮 这边速伞交闪现先开一刀吧 我觉得这个交闪现开一刀 能有机会 哎 能有机会白打一刀吗 白打一刀 没机会的话呢 这边交闪现开一刀 怎么地开技能了 开技能以后相对来讲就要好几刀很多 哎往前走的话 不会是那个调酒师吧 调酒师过来扛一刀也行啊 先知一边有鸟的 飞轮 好躲掉 帅呀 这把先知的牵制也是给力啊 这里调酒师 这一刀 调酒师 拉开 这个先知 即便是先知干六 都已经溜很久了 外面已经两台半了 一个摇铃 先知鸟 交不出来 还好这手摇铃摇到了 但先知这只鸟 待会儿还是有操作空间的 挂上人也三台机子了 三台机子了 三台机子 先知这边 只要卡半救下来 四人开门站的面 有 真有 甚至先知如果说他手里面吸的鸟不够多呢 我觉得这一波 反正是有博命的 这只鸟就不交了 下一波再来救的时候 再说 先六啊 先六 这佣兵还抢了个床 可以可以可以 这波鸟交不出来就交不出来了 当时给大家 有没有看到 这先知和佣兵抢一个床 佣兵升强力壮 把一个先知的窗给抢了 呃 佣兵这边博命结束以后喝口酒啊 喝口酒 直接一口酒喝上以后 佣兵去救人 佣兵救完人以后帮忙扛刀 这边的话 杂技的机子 调酒的机子 如果不被干扰的话 这个局四人开门站的面还挺大的 因为这个先知救下来有鸟 佣兵救完人以后可以扛刀 跟我开局分析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真的是个速散的坐牢局 就穷者不失误这套这种打速散 真的好厉害 扎实的一塌糊涂 我同强铁壁 先知和佣兵 我还有一只鸟 哎别吸魂 撈下来可以 鸟 这里如果空挥一刀呢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挥在了佣兵身上一个擦刀 让两个人有一个比较舒服的身位 一个震没震到 一个摇灵 好就看这一刀了 闪现过来 漂亮 但是佣兵可以摸头 调酒这个机子 够了 这边一刀没打中 哇去 佣兵一个护臂跳开 刚才速散这边 是可以等摇灵的 所以说求者这边是选择 直接把密码机点亮 相信队友的操作 这个闪现已经交得够果断了 但还是前期劣势有点大 前期劣势有点大 发调酒师 这个丢伞丢不了 这丢伞丢了就是留一个了 他这丢伞要留着才有机会去保平 找到先知 找到先知 这先知有飞轮 就当着你的面点门 来 当着你的面点门 调酒师这边也有飞轮 这门能开吗 门开了 先这边 吸出鸟 直接顶上 怕一个摇灵什么的 万一鸟交不出来 这把先知确实给力 然后队友这边的话 也做得非常的好 一个完美的求者 牵制加运营 完成了一个多跑 一点办法没有 感谢观看